天使幼儿园每年在圣诞节前夕会举办毕业生返校活动 学生回到校园重温儿时学习环境 园群也安排参观校园和游戏 大家也合影留恋 小朋友们都留下美好的回忆 天使幼儿园、恩典幼儿园和上林峰幼儿园 每年在圣诞节的前夕都会办理毕业生返校的活动 学生回到校园重温儿时学习环境 园群也安排参观校园和游戏 最后大家在合影留恋之下 有小朋友留下美好的回忆 今天是12月圣诞节前夕 我们天使恩典三立方幼儿园 历届毕业生的孩子们回到天使家族 我们一起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毕业生同学会 今天我们很开心回来300多个孩子 今天的孩子回到校园 找到熟悉的小桌子、小椅子、小马桶 他们对每一个自己走过的一个痕迹充满了怀念以及期待 今天许多孩子很开心的互相的拥抱 互相的分享彼此在国小的成长以及国中高中大学的一个成长的足迹 那我们只想在圣诞节前夕 我再一次的代表天使恩典三立方 所有的老师们告诉孩子 即使你们毕业了 天使对你们的爱一直都在 天使幼儿园园长宇宙冠表示 学生回到幼儿园的时候 先找上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相聚 回到校园之后就开始找寻儿时所玩来的游乐设施 和同学们一起来玩乐 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学生每到一个校区 老师也会安排游戏让大家一起来体验 和同学们一起来互动 来从始儿时的记忆 最后原来帮助小朋友们圣诞节快乐 记得终于华州老 我们的资格非常重要 我们的资格确包 我们的资格确包 我们必须 Member